大家好,我是Den 8月9号,首尔龙山警察局在与滴舍通话时表示 虚卡驾驶了电动踏板车 经过确认该设备不属于个人移动设备 这个消息也登上了韩网的热搜一位 根据滴舍报道 PM指的是最高速度在25公里以下 车身重量在30公斤以下的移动设备 低速型的电动移动装置等都被归类为PM 而虚卡驾驶的电动踏板车被归类为原动机装置脚踏车 在这种情况下,将按照与汽车驾驶相同的标准受到刑事处罚 警方相关人士表示 如果驾驶的是PM,只会受到行政处罚 但虚卡的踏板车并不是PM 因此可能会成为酒驾的刑事处罚对象 然后也有其他媒体独家报道了 虚卡被发现时的血液酒精浓度达到0.227% 这已属于刑罚加重的范围 根据航空道路交通法 如果酒驾时的血液酒精浓度达到0.08%以上 将面临一年以上两年以下的有期突歇 或500万韩元以上,1000万韩元以下的发金 如果是0.227%以上 则是两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突歇 或1000万到2000万的发金 目前警方的调查日程尚未确定 警方将综合考虑因酒驾引发的损害规模 驾驶距离事发经过 以及是否有前科等因素进行调查 而并无听则表示 如果被拘留,服役期间将会中断 除此之外,对于其他处罚 不会有额外的措施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很难过,虚感你确实做错了 希望你能充分反省 剩下的BTS成员何其无辜 特别是大哥金,退伍后还无法活动 这都是因为你 坦白说,光是酒驾这事件 足够成为退团的理由了 为了团体活动 Magneline的成员们 即使可以多进行一两年的个人活动 也提早去当兵了 粉丝们一直希望能看到完全体的活动 本人们也同样期待着 真不理解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更何况大哥刚退伍 准备开始活动 现在却完全把事情搞砸了 而且声明中还说了谎话 别因为出道久了 就打算这么轻易带过 为了团体和粉丝着想 应该有良心的自己退团 酒驾从来就不是偶然的失误 我没见过指贩一次就被抓的情况 这肯定是平时的习惯 真该庆幸没伤到任何人 只是自己摔倒被发现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万一撞到谁 还会仅仅是退团的问题吗 不是自己 就是害死别人 还有人偷偷替他护航 说退团太过分 真是让人无语 但是也有手术网友们表示 虚卡确实做错了 但他没有逃避责任 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警方也表示会综合调查 所以请不要变造事实 制造奇怪的谣言 不是在替他护航 只是我在内博上查了电动滑板车 发现有不少带有座椅的款式 如果买了这种款式来骑 可能会觉得自己是电动滑板车吧 当然自己没有确认好事疏忽了 但感觉他可能真的是无知而犯了错 不过即便是电动滑板车 久后骑行也是不行的 公司发出的声明那样草率不应该 试图缩小事件规模 反而把事情搞得更杂了 因为韩国这边对酒驾非常敏感 所以反应真的是非常不好 下一个消息是 8月9号0点5050 通过官方YouTube频道 发布了新的预告片 包括了包括Kina在内的新成员们的名字 果然与前一阵子网友们先前猜测的那一样 新成员包括RUNIST出身的夏年汉野文 以及WIKI出身的40万订阅YouTuber哈喉 不过最后一名成员的名字是以表情符号的形式出现 进一步引发了粉丝们的好奇心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比起第一期的背后捅刀三人组 颜值确实提升了很多 希望能成功 让背后捅刀的三个人一辈子都嫉妒的肚子疼 成员们的实力和外貌 跟大公司的艺人相比也毫不逊色 现在只期待能选好一首好歌 5050能再次先起热潮 我们的50以后只走花路变得幸福吧 对于5050新成员们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Blackpink的八周年 8月9号前几在自己的埃及写道 8月8号八周年并附上了多张照片 在公开的照片中 成员们聚集在一起庆祝了初到八周年 他们戴着坚鼎帽在蛋糕前许愿 并与粉丝们进行了直播 Blackpink是最棒的 让我们长久在一起吧 虽然我不是粉丝 但看到四人聚在一起还是觉得很高兴 Blackpink完全体最棒了 祝贺八周年快点回归吧 希望能在九周年前 看到Blackpink的完全体回归